能不能談談你的生活、你的工作 我的生活很簡單 因為我就一個人 平常大部分時間在世界各地跑來跑去 主要是從事政治活動 我的工作主要分兩大部分 一部分主要是向西方的世界 包括政治家、媒體、公眾 來解釋中國發生的事情 盡量推動大家去關注中國的人權 這是第一部分 我的工作主要分為兩部分 一部分是關於西方世界 我想告訴西方政治、西方媒體 以及西方人士 另一部分的重要工作通過廣播電台 通過其他的媒體、電腦等等 向國內的朋友提供各方面的信息 包括國際社會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國內發生的很多事情 國內的朋友也不知道 我們提供各種評論、分析 幫助他們去思考問題 另一部分說明我 Casey 在線上的工作中 主要問過路、傳播電台 通過ANA封電台 電腦等發生的資料 擁有資質 和評論 指導人入中國 在中國 例如我們提供了不僅是國內的新聞 而中國內的訊息回到中國內的訊息 因為他們不認識 中國現在的情況如何? 中國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 可以說是快要爆發的一個火山 也就是說全體的老百姓 甚至大部分的中共的官員 都反對這個政府 希望這個政府垮台 希望改變成一個民主的政治 但是這個政府還壓在那個地方 所以壓得太久了以後 產生了一個要爆發的因素 是一個很大的民主 所有的民主 和大部分的中國共產黨員 他們不喜歡共產黨的系統 他們想爭取民主 但是共產黨的民主 把民主的民主抵抗 他們不讓他們爭取民主 所以這個情況就像浮沫 像火山爆發以前 那個岩漿在不斷地湧動 終於有一天就爆發起來了 那麼實際上中國的老百姓 現在也是這種情況 每天都在造反 雖然每次都被鎮壓下去 但是有一次鎮壓下去的時候 整個形勢就崩潰了 你知道現在在山河邊的水管 一直在燃燃燒 然後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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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 但是它被鎮壓下去 但是它被鎮壓下去 它被鎮壓下去 而而掉了 更加壓力 所以中國社會會破壞 當中國社會破壞 你會看到中國人 就像那些垃圾 他們會破壞 我們現在特別希望 能夠說服中國政府 中國的官員 去主動地大幅度地 改革它的政治制度 如果它政治制度 現在能夠迅速地改變 可能中國能夠 避免一次大的崩潰 但是中國政府顯然 是非常頑固的 而西方政府沒有信心 去幫助我們說服中國政府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可能中國很難避免 一次大的崩潰 而這個崩潰 對全世界都是一場 巨大的災難 我們不見得太誠信心 從高層層的中國共產黨 然後這意味著 可能在未來的 會有一個崩潰 的中國社會 會破壞 中國社會 會破壞 and that will not be good, not only not good for China, but also not good for the whole world. 你認為自由是怎麼回事? 我認為自由非常簡單 就是對大家的基本權利的保障, 所謂的基本權利就是法律保障人們的 可以在某一個範圍內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因為自由是人權利的基本權利益, 也就是法律保障人們的基本權利益, 在限制的項目中, 你會有任何要求, 那是自由。 如果沒有法律的保障, 我們可以看到大多數人的權利, 大多數人的自由, 總會被少數人的自由給剝奪。 那麼這個狀況是大家不滿意的, 為了達到大家都能夠有 像同等數量的自由, 那麼我們需要有法律的保障。 如果沒有法律的保障, 那麼你會看到大多數人的權利 會被少數人破壞, 所以我們要求法律保障。 我們要求法律保障, 我們要求法律保障, 我們要求法律保障。 那麼全世界可能是一場 承受不了的災難。 也就是說, 中國現在向一通, 它會變成火藥。 如果我們讓它緩慢地燃燒, 它可能不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如果我們不讓它燃燒, 最後它會爆炸。 現在的中國是像一盆燃燒的材料。 如果我們讓它慢慢放出, 它會爆炸。 但是如果我們不讓它爆炸, 你會看到一個大爆炸。 謝謝。 謝謝。